疫情升溫 衛福部十八號起提供公費台灣清冠一號 給確診者使用 全台大缺貨 不少民眾擔心染疫 拿著清冠一號的配方 到中醫診所抓藥材 短時間內詢問量大爆增 不過醫師也呼籲了 將資源留給需要的人吧 門口貼上大大的紙條 清冠一號全數售完 隨著疫情又升溫 與病毒共存成為目標 民眾擔心染疫 拿著清冠一號配方 到中醫診所想抓藥 才短短時間詢問量大爆增 處於一個全台大缺貨的狀況 所以目前各家藥廠都在積極的趕工 在醫院使用過 其實都是很好的 等於說確診者已經突破大概五千人的情況之下 民眾的心裡就會覺得說 不如我就到附近的中醫診所去拿清冠一號 來吃 來預防 黃芹 魚心草 薄荷 板蘭根 是種藥材一字排開 這就是清冠一號的配方 不只是確診者供廢牆 沒確診的民眾胃與籌謀也在問 但清冠一號只有確診者能使用 而且醫生評估最快還得等到六月份 供貨才會取向穩定 不過雖然清冠一號很有用 也不適用所有人 藥性來說它比較分像苦寒藥 所以苦寒藥會傷腸胃 所以對於一些容易腹泻拉肚子 腸胃比較差吸收比較不好的患者來說 我們是建議就是少量 或者是說就是乾脆就是用其他藥物取代 清冠一號屬於廚房藥不適合當成日常保健 而且必須在中醫師診斷下才能開例 其實民眾想防疫各診所都推出越來越多保健查 但也得以個人身體狀況詢問醫師 醫生也呼籲要把資源留給更需要的人 接著羊羊及富麗佳 太宗包